我們在這裏面的教授 老師 他是愛妮保大學能源信息的所謂的前任學長 他是這裡的教授 他其實是愛妮保法大學院院士 愛妮保法大學院院士 現在他是他們國際組的組長 所以我想這個機會很難得 我們就說如果你今天有空 你被給拉聊的時候 你再想一次他們的最高 你被給拉聊 好 請我再一個人去做任何理由 這是一個好處 好 那第二位當然也是為了這陣課 我們本來有在下午的課 是因為他們他之前在那邊演講過 答應他在演講過 那我想我們先來看一看 我先講一條 待會兒如果你一點十分有課的同學 如果你要先走沒有關係 我已經跟他講了一條 但是時間上也許會有一些拖延 我當然會有一些翻譯 但是如果這個翻譯 我們應該會翻譯 然後這個演講可以完整 我們會很難得 我們會有所誉的 有所誉的 我們會有所誉的 有所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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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歡迎各位,你待會可以問問題 如果你有問題,你可以用中文問,沒有問題 好,我們會幫你翻譯,就是說 你知道有問題,你就問就是了 好不好 喂? 你知道嗎 這輪是怎麼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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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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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总好是太阳的能量照在地球上的时候 也是第一个地点在这个空地当中 由于这个能量的不同 然后产生压力的变化 产生这个风 这个风推在陆地 推在太阳 然后把这个能量的积蓄往下加全地 很多更新的能力 在日本国家的火力 在2020年都有从的风 核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说在英国他们在2020年 他們大概大部分的再生人員都會從 因為武藏所看的那種所謂的不一樣的瘋墊 就這樣這樣的能量下來 所以當這個風吹在這個海邊下沙 然後這個海邊上就開始產生小的波動 風繼續吹的時候這個小的波它就會逐漸的增長 也就是說風漸著吹在海邊上 然後這個海邊變得越來越粗糙的時候 風的能量就可以更快地傳遞到這個海岸當中形的波浪 這意味著例子會由海邊上洋空間 海邊、海邊和海邊的沙拉 它的海邊和海邊,海邊O Duch上 海邊南海邊和海邊 然後海邊的沙拉扮螺體 海邊就是沙拉扮螺體 會拉到海邊沙拉扮螺體 我們在海邊拉扮螺體 在英國的英國,在這兩天,要通過兩天,讓我們知道這星期的風吹在這海面上,特別是在這個溫度的地區。 風主要能吹向,從西到東,不管是在大西洋的美國跟英國之間的大西洋,或是我們台灣的大陸跟美國之間的太平洋。 風從西邊吹向東邊,產生的浪也逐漸的形成之後,一般是可以預測的,而且這個浪是上陣的,特別是從這個緯度所在,從美國這邊吹到英國的時候大概要兩天, 然後,這個浪也在這個過程中,變得非常大。 浪的這個能量事實上是非常大,大概差不多在他們那個緯度所產的那個浪,每一米可以到達70個K網,這個是他們這邊的能量。 我認為,一般的新的能量不出現從這個天空,而這是太平洋的能量。 太平洋的能量是太平洋,而是太平洋的能量,而是太平洋的能量,以太平洋的能量, 而是太平洋的能量,而是太平洋的能量,而是太平洋的能量。 太平洋的能量是太平洋的能量,而是太平洋的能量。 沙真摺爾,我們第一種沙真摺爾是海洋,這麼大的一個範圍,然後這個潮汐的作用, 有於太陽跟這個月球的這樣子引力的作用,然後每一天大概可以,會有兩次的這樣子的一個潮汐的震盪。 我們剛才說到,波浪是可以預測的,而潮汐更是可以非常準確地預測。 甚至說,如果我告訴我我女兒的生日那一天,他就可以告訴我那一天的,他當年生日那一天的那個時候的潮汐,那一天的長大時間,這個該潮汐的時間。 所以,我們再次回到溫度的溫度。 Professor Kenny Shaw, he told you that waves have water watt plants which move in orbits, like this is, this is true, the water particles are in a wave, the water particles make such in a orbit, which gets smaller as we go down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wave, so 95% of the energy in the sea waves is within one quarter of a wave length of the sun cosmos, so the best energy in a wave is on the sun cosmos. 波浪的部分,我們知道波浪的運動軌,基本上像是一個圓形,也可以是一個索圓形。 而第二個,特別特別的是,他95%的能量,是在他上面,距離表面四分之一波長的這個範圍。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波浪的能量都集中在靠近這個表面的地方。 好,波浪的產生能量,可以用這個公式來表示, 就是說,它那個P是用所得到的結果是K瓦, 然後它跟波浪的波浪的波浪的能量, 周高是用米為單位的平方乘正分, 然後跟周期用秒乘正分。 例如,如果我們有個6米高的波浪, 然後周期10秒, 就是6度平方乘一次, 36度乘一次, 360K瓦, 而且是每單位米的寬度, 就有360K瓦, 這樣子的能量。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能量的來源。 主要是極限, 這幅片是極限和力度。 紅白馬大高。 在這幅片上作為第二幅。 它是極限的動力。 這張圖是他們的 當華人士在大學的時候 在他們的學校的現場 非常有名的 全世界大概第一個摩登轉型 很有名的 也就是由他們那邊的一個教授叫Sorter 這個稱之為鴨甲 下面就是尾巴 上面是頭 誰有帶水 兩個大 的地方 還有零 出大 用大 這個波浪如果過來 它的壓力 它其實像一個大順 它其實就像一個大順 會這樣搖擺 會這樣搖擺 壓成的前面 它會這樣子轉 壓力在下面轉 它是一個原重性的 它是一個原重性的 它會有一個原重性的 它會轉 所以他就跟著他這樣轉,而這個轉的結果不會把波浪能量,波浪這樣過來,不會把波浪拿到往旁邊長一長,所以他這樣就可以把它全體吸收 這張圖就很清楚的讓你看見,這邊波浪是從我們這一側過來的,然後它這邊是圓舞的,它這樣轉的結果,你看左邊那個浪都非常小,水面中很小, 老師,浪過去之後被這個壓制給人,他把它吸收之後,過去的後面就沒什麼能量了 所以,我們從剛剛看見波浪穿過去之後,能量被吸收了,所以後面就沒什麼波動了 所以,在波浪上海外,這些螢蟻是開始剩下水 Yasuo 它會轉變成空氣,所以波形的形式 changing,而且波子會脫下來, 在水落到溫暖水,所以能量被溫暖水 並沒有出來 這當時講到波浪如果從水深呆滴往潛水波來的時候 不僅僅運動的軌跡是從圓形慢慢變成橢圓形 因為它的波形也會越來越接軟 最後在那裡就會碎波 一旦碎波波浪的能量就會很多的散出來 跑到水裡比較多 所以那個時候波浪的能量就已經很少了 所以我們不會在它碎波之後來接去它裡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些技巧 現在的技巧 為採取能量從水深呆滴 如果我拿這個水深呆滴 然後我放在水裡 然後它滾在水裡 它滾在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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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那個水滾在水裡 我力 soul心 你會看到它在水面上上下下的 這個東西如果有一個浮體 它會在水面上上下下 如果再把它加一根橫桿 然後黏到後面 你就會看到它就 上下下就會把它往整整 這樣子拉高拉低 然後再接到一個水利幫腹的時候 就是這樣 然後它就會有壓根拉的這個動作 你會看到它在這個水面上下的水面上 如果它在水面上有更多的水面上 然後我們在水面上站在水面上 既然水面上升 水面上涼在水面上 然後水面上涼在水面上 然後水面上涼在水面上 好,我們看如果這個水面 下面有水,下面有風險 波浪過來我把這個東西放在水面 波浪過來的時候 會在這個空氣柱當中 來的時候波風來的時候 它水位會漲高 波浪通過的時候水位會降低 波浪板的时候,上面有东西,如果我把上面在装一个洞,你就看到波浪板, 然后,经过的时候,风就会出不去,你就好像吹风出去,然后等波浪通过的时候,水又降低,它就把外面的空气给吸进来,这样你在吸气一样,就把它吸进来。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的水平均壁壁盖上的海边,用来放在水平均壁,然后,然后,水平均壁盖上, 好,所以如果我們看到那個水泥的裡面 事實上就是這個空氣做,波浪一升高就把那個空氣往那個 水泥放在那個綠色的東西就把它帶出去,吹出去 然後等到波浪降低,又把那個空氣吸進來 那我中間如果放一個空氣的裸甲,那就可以把這個裸甲帶走 但另一個行為呢,如果我們有一個衝突的機器 如果我們都會在螢幕上,這樣就螢幕上這樣 如果我們收藥重遍vale,如果我們在螢幕上的話 只會轉向螢幕別的回應這樣,呢,在螢幕上是會在螢幕上的 會流動來時,會流動來時,會流動來時,會流動來時 如果有一個伏體在上面,因為它不讓開手,它會讓它上下的運動 如果我下面接一個發電機設備的話,我這樣上下的運動就帶動一個線性的發電機,就可以接著這個運動來發電 這個是在夏威夷放的設施 我們現在要介紹波倫找來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形式,叫做 這個就叫做海蛇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浮在水平上的一個捷運的車廂 就像一節一節車廂,譬如說一節一二節一二三節 一節跟一節中間有一個連結的,每一節跟每一節之間有一個連結的地方 這個就像這樣,來看一件的方法 在動向後,封鎖上會在動向後,封鎖上會有些連結的方法 我考對這條方法一件這樣 然後再往下折 好,摸到後來我們可以到這兩個連結的地方摸摸來 它就折這樣,摸出來它就往下折 靠著這個連結的地方上下折的動作來截取 這場在比特兒那時候個到處投下折 如果他不穩定很穩定 對折長折的力量 但有太多力量 沒有太多力量 沒有太多力量 當然,如果是為了一個 無法折禰 然後這個這樣子的轉動也不會產生能量 所以我如果說說你可以看得到他 他在這個轉動當中我手沒有用力 他就可以是有的有移動 那就表示沒有做到任何的勾 如果我抓了人體然後波浪過來的時候 他其實也沒動 那也就是沒有任何的速度的話也沒有做過 所以路易斯的緊張力 路易斯的緊張力 就是要把他做到的工作 然後他說如果我 就是我一收一緊 一收一緊 然後就可以讓在這裡做的難度 就可以來做 他說這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很瘋狂的想法 可是這個想法 剛才看到那個成名 這個八年的人 他事實上是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 他是在他的學校裡面 一個在艾利堂大學當中 他開始做實驗 然後他用一些可以找得到的 像這個 可可可或是是是 這種罐子外的轉成 他也有學習了 他也有做實驗 他也用素質的方法去模擬 結果他也有做實驗 他也用素質的方法去模擬 他也用素質的方法 因為這個東西是真的在海浪的重置 海浪的重置之下 可以進行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右邊就是他做實驗實驗的狀況 他把它量到幾樓間 這個素質的方法來模擬 前夥來比較小 然後他看完他就說 看起來好像應該可以 行的通 所以他做了一個比較小的 他會在快要30歲的時候 然後他就覺得 然後他就再把它做 大概兩半 這個是七分之一比一次的 然後說出 只是他把這段時間的 稍微小一點 還是放在海浪裡面 來測試 好 好 那他在這個測試結果 他覺得可以 反正去找銀行派 然後跟銀行派 借錢錢 籌組公司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 圓形的 這個公司 現在是波能轉換的 這個技術的 一些人 這個公司已經聘了70個人 剛才我看大學 他現在是70個人 這個公司 現在是70個人 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 已經聘了70個人 剛才我看大學 他現在是70個人 這個老闆金才聘了 他現在是70個人 所以這就是 這個老闆金才聘了 那我給各位看 這個詞記在上面 他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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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波浪风高大概是四米,大概他们设计的时候的最佳的造型是四米 最后一段时间的距离是两个月的幅度是20米的幅度 这可能是一幅度的大幅度是一个一个地区的建筑 一个问题是一个地区的建筑的建筑是建筑的 大概在差不多兩個小時之後這個地方的海狼可以高達20米 他們這個設計還需要讓這個設計能夠在20幾米以上都能夠生成 除了剛才講的葡萄女士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轉彈方式就是把這個設計綁在這個海南 固定在海上上然後隨著波浪前後擺動 所以這個是放在這個海床上然後在波浪來的時候它就前後擺動 如果波浪非常大的時候它就會合起來 然後在波浪大的時候它就會合起來可以保護 所以當波浪如果那個大浪經過的時候它就沒有大浪它就會站起來 就站起來然後開始在海裡面擺動 它其實講到在水澡裡面做小型機子這個時間是很重要的 免得你把它做得很大之後再去測試結果它壞掉 那個損失是非常大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講這個潮流 這個潮流是由潮汐所產生的這個水流 這個潮汐一天在大浪當中會來回兩次 如果我們有兩個島嶼之間有個峽場的水道 那這個潮流流經過這個峽場的部分的時候 這個速度就會加速度就會加速 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到達每秒五到六度 如果水 serial 或水還是要加速度 水量在大浪當中 好 它說如果水的密度是一頓米粒發法 如果有一個潮流的速度是6米每秒剛才長的 它的這個能量就像是一個快速的火車一半 所以潮流是非常可以預測的而且是非常強大的大幅 那一般針對潮流的這個這個擷取能量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跟我們在路地上這個風車一樣 特別我們學校的照片來發表好一款 它也是類似也就是像是腳下風車一般的方式 我們有個例子的這裏有四個不同的性格 一種類似的性格在海洋上的海洋 現在師父祥志威和我一起去南國的海洋 這個叫做海洋 這有兩種性格,它會負責到海洋 的性格是傳染的,提升到海洋 剛剛大概潮流在英國,現在大概有五、六種都是用葉片轉動的 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在北愛,他們正在做測試,現場測試一個原型機 它的左右兩個就像兩個飛機的機翼,它兩邊各有一個裸甲 然後它可以接著中間這個柱子,它可以降到水裡面,然後在水下面運作 但是它是一個很大的、很貴重的作業,要加上它在海邊 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的船舶,可以降到我們3.5MT 3.5MT 3.5MT 這個,但是這個這麼大型的這個機器,它在設置的時候,其實造價比的聲音很低 第二個,它在施工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個起吊鏡,吊重機,事實上是全世界最大的 用這樣的機器來吊,這個一天大概就要350萬台幣一天的備用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把設計的正確,做得更快,我們很驚訝,當CGEM設計時,我們是一名的研究員,一名的大學學員 所提供的指示,我們要花很多錢,所以你必須要很有效率,要把它做得非常對好 然後,他們都很驚訝,他們在放的時候,很負責的那個CMT學校的學習 可以嗎? OK There is another example where in this case the water flows through the turbine It flows through this rotor The rotor is lowered into the water And if the water flows through the rotor, it turns and the generator is on the outside of the rotor This is called the open hybrid And this is also the self-destruction There is also a twin professional version in the operation in Green Bay And this is made by the alliance of the company To propel them for each direction of the time and the water flow 另外一個叫Atlantis 這也是實際已經正在做運轉 這個是原型型 它有兩個螺槳葉片 這兩個螺槳葉片事實上是因為潮流會往復 所以一個來的時候就推動前面那個 等到它回來的時候就推動後面那個 所以我們必須測試這些機器 我們測試他們在海中 很像測試場所 我們在NTOU 在英國中的做法 我發展了這個原型的東西之後 我要到商業運轉之前 我要先到海上做手機的測試 然後他們在英國他們在這個地方 他們就有一個測試場在測試中心 然後他們有波浪的 也有潮流的 然後所產生的這個電 就連結到這個岸上 送到這個陸地上 我剛才說過 我剛才說過 我會把照片給你 在20m的高度上 這些是這個技術的生命 這些是這個技術的生命 這些是我們在發展的 技術的生命 我們必須在很低水 我們必須在很低水 我們必須在很嚴重的地上 這些技術的生命 技術的生命 它必須在維持 它必須在維持的生命 好 那這張圖其實就跟 大家看到的 WNA剛才提到 如果是20米的浪 其實就是代表 我們所有的設備 放在海洋當中 你在運轉之餘 你還得面對提端的條件 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有夠生存 好比說 你可能 你可能會是 這個東西怎麼 你要考慮的一些挑戰 包括在水深路很大 你怎麼工作 如果有像這麼大的浪 來作用的時候 你能不能生存 而且這些機器 你還要管理到 它能夠 能夠 能夠 能夠用得很久 而且能夠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能夠使用得很久 好 所以他們現在要在這個研究 研究的上面 他們不僅有英國的學校 像華國有美國的學校 他們有一個 這樣子來打的團隊 然後他們所要做的 這個就是他們所要進行的 可能他要考慮這個 在這個 如果把它放到這個海床上 這是你需要考慮的 然後在這個海洋當中 可能有很多的問流 或是說你對這樣的設施 對這個環境 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這些都是你需要的考慮 好 他就講到他們這個展現 其實也跟國際場裡頭的 有關聯 包括我們跟我們學校 那這個是去年 在中山站裡辦的 這個合作會 然後都有一些 我們學校的老師 包括林老師也有去 然後包括我 還有西宮系的周一師老師 我們也參加這個會議 It's al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engineers and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so we have three kilos of effort to training above those students and advanced students like you 好 我們也會 他們也覺得 下一代的產生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設計 所以他們特別有一個 針對年六次 就是國師生的 這樣子的訓練 那樣的產生 so this is my wife's slave we have to work very hard and work very hard to develop energy from the sea it is a huge resource it will be one of the units of my own future 好 這是他最後一張說影片 他就講到 我們必須要 從海洋當中 要截取這個能量 截取這個能源 需要非常大的 這個努力 要付上非常大的努力 可以去從海洋當中 波浪 波浪 潮石 潮流 避免得到這樣的能量 所以他們更需要看到下一代 更年輕的人 他們能夠投入在這個當中 而且他們有很強烈的動機 並且可以有多 可能還需要去華國之間的合作 才能達成這個樣子 好 他說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需要有 我們不僅要有年輕一代 同步更是需要國際合作 因為你要從海洋的波浪 跟潮流當中 得到這個能量 需要做這件事情 不是馬上可以做 而是需要和他一起合作 所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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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問題 可以問 非常願意跟大家來交流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 就是你從這個演講那中 可以用中文問 沒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 他說 國際上的交流 那代表說 他們在自己研發的技術上 也會 好不保留的分享嗎 哈哈哈哈 他就說 他就說 國際上的交流 那代表說 哈哈哈哈 有什麼問題 他就想要給你 你會給你 你會給你 發電話 給你 給他 資料 至於 社會 沒有 因為每個人 都會提供 很高 的 最快 都會提供 在 在 產業 您 從 產業 如果有些人有關聯繫,他們要保護資料的資料, 就算是,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產品, 這就變得更加困難, 但在研究中,在最後的工作, 所有人都必須合作, 現在甚至製作者都會合作。 簡單地講,一開始就說弄了, 每個人付出多少,他可以拿多少, 大家要分享,共享, 除了是商業化的東西,當然有商業進行, 但是現在甚至是製造廠商也都在分享, 也就是說這個工作其實很難有一個人可以完全建立, 然後有人付出,你付出你也可以從別人來的, 我想記得他們的這個合作是這樣的。 在英國,我們說, 每個人都要帶食物來的。 他們說在他們英國, 每個人參加這個要吃飯的那種, 野餐的時候是每個人都要帶食物來的, 我們叫做花朗, 在美國他們叫花朗, 每個人自己帶,要帶自然會來, 我先大家講一下。 還有沒有問題?